我们的发型分享又来了 因为夏天到了 像我们这种长度 就是属于不尴尬 但是你不做点变化的话 又会非常的无聊 今天给大家分享四款 可爱又简龄的夏天短发小发型 简单好上手 手残挡必备 就是你要先分出你 比如说是前面的两笔 要不然就整个扭上觉得点就很大 顶上画个圈 用一个这种皮筋 把这一撮头发给扎起来 然后就是你从耳朵这边斜上方往上 你先不要管中间这一撮 找一个这种梳子梳一下 后期你可以把它拉松 扎得越高越好就是重点 用一个这种稍微粗一点的皮筋 重点来了 就让你颅顶比较高的一个点 就把这个稍微拉松一点点 打开 转一下 就上面这头发让它穿过我们扎的这个半马尾 然后你就开始拉松一点 如果你自己不太想让这个黑色的发圈露出来的话 它刚不是这边后面留在的章吗 这两块就是这样子 包住你前面的那个 然后再找一个夹子 把它插住 OK完成 它这个从正面看就是有抬高这个颅顶的作用 然后后面看是这样的 适配度比较高 你用一个橡皮筋把扎起来 接下来你看后面就是这样子的 怎么办呢 拿个夹子把它夹住 它上面是有另外一个头发吗 先把它这样分两步 插在这个头发这里 一边各夹一个夹子 现在正面就很搞笑啊 就是有两个头发是这样飞出来的 是吧 又要实行我们的绕绕大法 绕过来了 绕住 哎 砸车头发真的 虽然很简单 但是挺累 非体力的 然后这里一搓 绕绕大法 绕过来 下面如果有一些什么碎毛 你不介意的话就让它留着 如果你介意的话也可以用夹子把它夹起来 然后这个发型呢 它就是比较显脸小 因为它整个都往上去走了 就有点增高显如顶高 然后同时显脸小 有点像那种美国甜心那种发型 然后搭到背后看也是挺好的 侧面看的话 也基本上不会露出来啊 除非有人去撩你的头发 咦 咱俩里面有什么这种 然后这个头发 非常的牢固 而且它除了显卤顶高之外 它显得你后脑勺也很蓬 接下来是两个简单的小边发 那我们在做边发之前呢 最好用这个夹一下 一是显发亮 二是它会看上去比较蓬松 那如果你头发不能来 就蓬松有发亮的话 可以忽略这一步哈 麻花应该大家都会 今天我们这个麻花呢 是有两个小窍门在里面的 这里留一点啊 然后这个麻花上面取一撮 分成两股 转 转两圈 然后取你前面的头发进来 加入 转到这边的这一股 然后再转过来的时候 再取一股加入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的哈 我可以拿个橡皮先把它扎起来 那如果你是想扎那种可爱的话 你可以用有颜色的橡皮扎 下面这一撮 我们就来开始扎麻花 这个橡皮记得让它位置刚好是在耳后的 正面看就是看不到橡皮的 会比较好看 把它分成三股 最里面的这一股让它先编进来 这个麻花就是往后编 用一个橡皮 看 它这个麻花编出来就是这个方向感非常的好 条件允许的话 你抽一点丝出来 让你的麻花看下去胖一点 那这边就是栽一个我们普通 大家是怎么栽麻花的 这边是我们用了手法的 这边就普通的麻花 你选择哪边呢 如果前面三种你们实在是觉得太麻烦 学不会的话 那第四种真的可以了 首先你要先把头发像我这样就稍微卷一卷 这边留下你的刘海啊 然后头顶撩一些头发出来 画一个圈 你们知道吧 你就把这一圈头发扎在你的头顶 重要的一步来了 这是全场唯一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一步 这头发一扯 你们不要看它这么简单啊 头顶开花就靠它了 然后你要让它像兔兔一样 在你头发两边倾泻下 完成 如果你们这个还学不会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 今天份的素缓发型 大家可以把你们最喜欢 然后你们已经学会了的 把它编号打在屏幕上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要笑她 我发现她没有什么 什么买家秀啊 整个人无语注耶 那我们就换这间家庭的麻味 好了 拜拜 ий 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